歡迎收看WTO姐妹嘿 我是莎莎 我覺得我們生活當中有很多發音 可能不太好耶 可能那個詞是不太對 譬如說我們去麵攤的時候會說 老闆給我一盤大陸妹 然後這時候就大陸妹就會轉過來說 在叫我嗎 習近平是不是 你說這個事情我不是在麵攤 我是在菜市場 我剛一直去買菜的時候 我是背著他們的 我就突然聽到說 要不要大陸妹 然後今天很便宜 因為我是背著他們的 我馬上就覺得臉超燙 我就覺得他們在吃 真的 受到侮辱的感覺 我就想說回頭看他們 我看他們並沒有好像在看我 或諷刺我的意思 他們只是在交談而已 對 其實並沒有 可是那個菜叫那個真的 感覺就不太好 對 那個不好聽 對 所以其實大陸妹 她的正確名字叫做 福山蝸具 蝸具 還真沒人知道 但是不知道耶 犧牲 犧牲菜是不是 香港 那個是另外一種 那是犧牲菜 福山蝸具 好 所以 我還是會叫她大陸妹 那是犧牲 老闆娘不知道 對啊 老闆娘 假鬼假鬼 假鬼 我試生的 對 然後或者是你有時候去醫院 可能要抽鞋說 護士小姐我要抽鞋 欸 她不是叫護士小姐 她叫做護理師 對 所以有很多 應該要這樣講 但我們講錯了 今天都會一一糾正大家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一段VCR 台灣人到底還有哪些錯誤呢 我都念Dior Dior 是不是Dior嗎 那個Dior啊 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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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東區域嗎?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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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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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樂福我們都還以為 我也不知道 CASCO 台灣應該就直接叫做家樂福吧 CASCO 那就是家樂福啊 那就是家樂福啊 家樂福回念的東西 家樂福回念 家樂福回念 Carrie Fall啊 Carrie Fall啊 這是什麼LV喔 這是LV 所以妳會怎麼念 LV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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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念LV嗎 Louis Vilton啊 Louis Vuitt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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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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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B YouTube嘛 阿克畢還是什麼的 阿克畢還是什麼的 阿克畢嗎 阿貝 阿克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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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畢 阿尼哈斯伯 你剛講日語嗎 沒有阿 阿尼哈斯伯 你剛是想要講阿尼哈西歐嗎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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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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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IS IS 怎麼可能不會唸 OK 這些是不是覺得有些聽起來說 對啊就是這樣子有什麼錯誤 錯了這個最後一個叫 ISIS 你的錯了 要誤導大家好不好 雖然我很久沒跟你錄影 但是這個輪得到你來解釋嗎 裡面有很多台灣人唸錯的發音 都是來自於法文 很多品牌 對啊 所以法國的代表 請問你們那些難唸的名稱 到底該有什麼唸 很多是很可愛的說法 因為真的還好笑 最大的誤會是LV 對啊 LV 因為你們知道LV 第一次我聽到 是我老公跟我講那個牌子 然後他會跟我講 那個什麼LV什麼 我說 然後他就看我 妳怎麼會不知道 他就看我說 我就拿手機 然後就查LV是什麼 然後我就Ruit Vuitton 我說 是你們肉 你們人說LV 真的假的 沒有 我們不會說LV 我們會說Viton 還是Ruit Vuitton 我們要問別人說 請問LV在哪裡 我不能這樣講 應該聽不懂 泰國人都聽不懂 你少在那邊講 真的 我們泰國這個也叫 Ruit Vuitton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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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有台灣是唸LV嗎 還是其他國家也是唸LV 我們也是LV 對不對 對 所以美國也是唸全部嗎 這個我都不知道 OK 那就下次再見了 所以亞實日本怎麼唸LV 你也是這樣子 不是他們頭一個很 日本人也聽不懂LV是什麼 你看你們唸Chanel怎麼唸 怎麼 Ch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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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們發音很標準 Chanel 不行 你唸Ch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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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這樣唸嗎 那個剛剛VChanel也是 很多就是白衣製 就是你們用英文口音講 但是因為Chanel不是Chanel 不是Chanel Chanel有英文口音 Ch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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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勾一下舌頭而已 因為可能也會誤會 因為可能廣告人 可是會說Chanel 什麼 我們沒有那麼 OK 沒有 舌頭沒有這麼捲 對 他也是有時候會說M是B 因為 可是我們不是B 是B 對 這是法文的 然後還有Y 小詩你在質疑什麼 人家是法國品牌 感覺他唸錯 我跟你講 我有做過紅酒 它上面所有葡萄的品種 其實基本上都要唸法文 它那個都是法文的拼音 像那個什麼 Cabernet Sauvignon 它那個是要唸法文 Cabernet Sauvignon 對 這是那個香檳 對 像龍香也是 剛剛那個影片也是那個 我知道法文很難 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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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一個G 有兩個母子 有兩個letter就不發音 G跟P就不發音 有兩個 G跟P發文很難 G跟A不發音 但是如果不用 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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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兩個你就好像沒有 但是一定要寫 對 所以法文 我知道很難 然後Cabernet Sauvignon Cabernet Sauvignon 第一次聽到我說 Cabernet Sauvignon Cabernet Sauvignon Cabernet Sauvignon 你下下來了吧 對 然後我就說 這個是你們法國的 你們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說Cabernet Sauvignon 再一次 Cabernet Sauvignon 因為這個也 第一次我聽到也聽不懂 Y色是什麼東西 Y色你也聽不懂 沒有 我們不會 第一個不是Y色 Y 太怪了 但是我們也不會這樣講 我們會說全部 就是Yves Saint Laurent 是不是比較好聽對不對 Yves Saint Laurent 對 因為你看Louis V 老師 你可以念好過來 因為這個是一個名字 Yves Saint Laur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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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較高級 你為什麼念都要翻白眼啊 我不知道 就想拉長我的下巴 所以就不小心 Yves Saint Laurent 這樣很不錯 因為你們不覺得 LV跟YS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比較low的感覺 真的 如果你這樣 只有兩個時候會翻白眼 就是大便跟念爸我的時候 Yves Saint Laurent 真的 爸王好難喔 然後剛才講到德國 也有很多牌子對不對 對 差不多了 就是這邊的念 因為我們可能衣服沒有 或是香水沒有那麼多 我們的品牌可能比較像 那種什麼科技那邊 比如說我們車子嘛 那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聽到人家說那個 BMW OK啊 BMW 台灣人都會說 對 其實我們德國 我們德國我們不是說BMW 我們說 所謂正確的念法是BMV BMV 所以是V V V就是我們的W 就唸V BMV 那你們V念什麼 VV V V 所以 Volkswagen 那個VW 其實它正確的念法是V V V是V 那個 Volkswagen叫V 好大喔 那這個叫BMV 那BMV是什麼 它就是B是那個Bavaria Bavaria就是 Bavaria的陰晴工廠 OK 小詩你聽得懂嗎 BMV 他叫Bandu Ba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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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其實 還有B ring B ring是BMV B ring是什麼 B ring是什麼 B ring是什麼 B ring是牛奶吧 B ring 台灣都會叫那個叫B ring Bandu B ring是台語的名字 B ring 所以第二個那個 Bandu Bandu其實 它 它是叫 正確的念法應該是Band 它也是個姓 然後有兩個人 一個叫Dimler 一個叫Bands 然後他們兩個合作 就是發明那個 那個品牌 Dimler Bands 但是你如果在德國 你說我是開Bands 這停下來好像有一點 不尊重那個 那個品牌的感覺 就是好像我是 就是很 因為你沒有唸全名 因為那是兩個人名字合起來的 那這樣哪種畫的 都是哪種比較low的 說我是開Bands 其實正確我們都是說 Mercedes Mercedes Bands Merce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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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德國人講到Bands 他們都會說Mercedes 我是開Mercedes 所以你們不會講Bands 我們不會說Bands 你們反而講前面那個 對 我們 Mercedes Mercedes哪裡來 他是第一次Bands 他們在塞車的時候 他有一個法國的塞車手 他是開那個 Silva Arrow 那個第一個Bands的塞車 然後他的女兒叫Mercedes Mercedes 剛剛安娜跟我講是一個 西班牙女生的名字 所以他因為他每次都贏了 所以哪一台車子 他們就叫Mercedes 所以之後 那個整個公司的名字 就變Mercedes Bands 所以你們如果要高級一點 你們可以說 我是開Mercedes 不是我開Bands 可是台灣就會聽不懂啊 沒關係 我們會學 對 然後 最後的車子嘛 一個是你們那個跑車嘛 那個Porsche 那時候我們上排的同學 每個年都這樣 睡覺 而且我決定 剛剛聽安娜講 就會覺得有在花都那種浪漫 守風潔 然後就來到德國 我想說 突然到工廠裡了 不一樣 我們德國跟法國就是這個 對 你們要睡著 我再最後一個 再講 這個手鞋子 這比較浪漫嘛 對不對 就是台灣有一個牌子 博肯 哪裡來賣啊 博肯 博肯 所以這個是Burkenstock Burkenstock Burkenstock Burkenstock也是一個姓 叫 這個意思就是 Burken是畫木 Stock是 手掌 堅硬的意思 Burkenstock OK 好 謝謝老師 起來了 謝謝老師 我剛剛講的 你們台灣其實也很 你們都會叫他兵士 對 我覺得台灣翻的 還不如中國翻的 我們直接給他叫 奔馳 哪呢 奔馳 奔馳都有動感 你就是 你比較慶幸 可是賓士就太近了 好像就是 聲勢在那裡 那奔馳 你聽起來多厲害啊 哪會 奔馳 我覺得翻譯上面 台灣就很容易 比較文言文 對比較不一樣 那小輩 有沒有什麼 也是我們念錯的 第二個 第一個都是YouTube 可是他們會說 YouTube 對 超多的 還有那個Skype Skybee 對 就是他們會看哪個E 然後加另外一個E 就是E的意思 YouTube Skybee 我也聽過 Google念法 日本咕咕叫 泰國大爆笑 Google 正式一點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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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他們會看哪個E 然後加另外一個E 就是E的意思 YouTube Skybee 我也聽過 Facebook 什麼 哪有E 可是 因為沒有什麼E Facebook 這個會 對 Facebook 不可 很多字 就是跟那個L 他們會缺乏那個L 好像Noodle Noodle Noodle Or 那個Oyo O Oyo Noodle 就是他們不會說那個L 然後那個我有發現 N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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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Noodle Noodle 他們特別強調那個音 Noodle 在泰國是 Noodle Noodle 對 對嘛 學法文 是很法式 還有剛剛那個Costco 還是Costco 還是 Cos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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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不是Costco 明明就是個O Costco Costco 對 就是跟他學很正 正確的發音的時候 有時候會令我們的同儕 或友人覺得你有點 對 真的 你到新加坡 你如果 其實很多新加坡人 他會講很純正的英語 他還是講英語 但是他都碰到新加坡人 就說 他不會說 May I have a glasses of water 他會這樣 對 因為你講那樣你會被 幹嘛你啊 沒錯 他入境隨俗 心事 還有拿一服說 老闆可以給我 L嗎 L 對 如果你跟老闆說 可以給我一個L嗎 他就會說 你幹嘛 何苦呢 對不對 老闆你們這邊有DJ嗎 對 DJ是什麼 DJ DJ 對 是不是有個DJ嗎 對 還有W 台灣人也不會發 W W 對 但台灣人會說W W 如果你講正確 他們說幹嘛 你外國我來的 現在還有名的那個Hotel W Hotel 對 講W他不知道在你去哪 MW 所以阿福 因為其實IKEA 也有人念是念IKEA 到底是 就是看是講英文的 我是講 瑞典文 瑞典 對 瑞典的翻譯應該是 然後英文他們就會講IKEA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台灣人常常很喜歡 把英文翻成中文講 很奇怪 很奇怪 對不對 我記得我剛來的時候也是我們年代的 兩個演樂嘛 一個是那個 Arnold Schwarzenegger 對 然後一個是Sylvester Stallone 那個時候我會來他們 還有很多他們的音片 我第一次看到他們名字被翻譯成中文 我真的是笑死 我覺得那個 Arnold Schwarzenegger什麼 阿諾斯瓦辛格 對 還有那個 希維斯斯特 希維斯史特隆 Oh My God 安傑莉娜丘莉 不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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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很多 就喜歡把它翻成中文 比較好唸 對 那泰國呢 像泰國的音 就是台灣人很多 很多人 問我說 泰國的醬油 跟那個 就是 什麼意思 然後後來我聯想 應該是他在講是語錄 泰國的語錄叫 南巴 南巴 是呢的音 可是你們 你們發不發呢 你們都發了 就變了 可能導遊他想要你們記住 泰文比較容易 所以就用類似的音好笑 比較好記得 還有很多菜名是不是傳到台灣 也變怪怪的 土司好像也是什麼 對 土司 其實那個是不是土司的意思 那個是一個土司的牌子 叫什麼 對 妳講啊 妳講啊 妳講外文 妳講外文 妳是講泰文 OK 它是叫說乾尼尼X 對 乾尼X 最正確的發音嗎 正確的我忘記了 它是乾尼尼X 還是乾尼尼X 這真的可以撥嗎 對 很歇氣 就是 妳去泰國 妳講太文 妳去泰國那個導遊 一定會跟你介紹說 對 是真的 真的 然後還有他們呢 有時候賣菜 賣豆 就是賣菜就是不是的意思 就是叫你們 對 賣豆鍋賣什麼的 還有來到台灣的 我們是 我們是割的音 變成來到台灣是 打拋 對 因為給我打拋 我是想說 奇怪 為什麼我也要用那種 明明就很好吃的東西 就是用類似那種 講出來就變成不好吃 所以是妳的打拋豬肉 我們是割的音 打拋 小時候我有問題 因為我剛好想到這個 日本人講咖啡是不是講咖啡 對 那是不是在泰國聽起來 是不是比較 什麼意思 什麼 為什麼我想聽 妳幹嘛 妳幹嘛突然問這個 妳在講意思 咖啡 妳不要以為人笑 妳說出來 這什麼意思 其實那個發音就是 給我 給我鮑魚就對了 真的 沒有 好害羞 日本很有這樣 有 有啊 好 那日本呢 雅思 我們 三位日本人的我也覺得 應該已經學好日文的外國人 也覺得很難唸的發音就是 我們的外來語 對 妳們外來語超滿的 外來就是從國外來的語言 對 但是他們就外來語 已經變成日文的其中一種 對 那這個 M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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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出來了 Coffee 現在就有點 講得太尷尬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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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R R都不會發 Restaurant 對 特別是母語是英文的國家來的外國人 真的很難唸這個東西 對 然後剛剛那個VCR出現的那個Costco 我們叫Costco 好可愛喔 這個Costco也就 Costco在哪裡 就對方絕對聽不懂嘛 對 我們的困擾是這個 對 但是那個 日本的一些牌子品牌 也是 雖然取這個 英文的名字 但是念法是 日文的念法 的品牌 有一些 Canon Canon 對 Canon 我們都念 C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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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Canon 然後 H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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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講錯 我們以為是日本人這樣唸 對啊 我們叫Honda 我們唸起來比較像日文那個 我以為 我們唸起來比較像日文那個 Ni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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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唸起來都好可愛 你也覺得 日本人的唸是這個 因為我覺得我們唸好像白癡 你Pong Pong Pong 所以是人的問題 人的問題 不是 因為他們也還有很多 像什麼螺絲起子 羅賴巴 羅賴巴 司機是 Dora DoraE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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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覺得是同性戀的嗎 我們最近常常都在聊FB 但是我們每次都會聽到雅實唸 FB 都會覺得好可愛喔 但是日本人不會說FB 就是我們會說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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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家都介紹一些可愛的 你就介紹一些什麼 X8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另外一個可愛的國家 我覺得韓文也很可愛 有一些可愛的發音 對 我覺得台灣朋友比較常錯誤的發音 就是G的發音 那我常常被台灣朋友說 你去回韓國的話 可以幫我買 Ranage的化妝品嗎 Ranage 什麼 他說 那個孫慧喬廣告的 藍芝 對 他說是Ranage 可是台灣的朋友叫Ranage G的音就G 然後那個UGG的那個鞋子也是 他們很會 UGG G的音很用力的唸 其實這個唸R 對 但他說是大寫 所以我們也要分開唸 對 所以台灣朋友比較常唸是UGG 然後韓團的名字是XO 他們就唸EXO嗎 對 可是台灣很多朋友 所以直接乖乖的唸EXO 可是發音直接唸EXO就好了 EXO 對 EXO 然後那個IOI也是 我老公常常唸 101嗎 對 對 對 也是101 然後那個SISTER也是 很多人說我喜歡 聽SISTER的歌 不是SISTER嗎 不是 是SISTER 對 好 對 所以有一些發音也 台灣人不正確 那接下來我們到加拿大 有什麼發音也是我們唸錯的嗎 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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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那個 對啊 然後除了這個還有很多字母 所以CNN要怎麼唸 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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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 CNN 對啊 台灣就是NN 你今天英文變得很好 對啊 你一直就正我們耶 真的 對啊 然後其實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一直聽不懂字母 就我以為你們還在講中文 我們唸一次你唸一次正確的發音 譬如說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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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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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英文老師都這樣教耶 對啊 G G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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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尾音都太重了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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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S 就S 就沒有後面那個字 就很多都是你們會把它分坑 就分成這樣 有一些加拿大人不會說Z 我們會說Z Z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英國人也會說Z 所以加拿大也是有一些不一樣的發音 但我們唸Z還是有人聽得懂 好的 那接下來西晋 我覺得英文的話我們大陸應該跟台灣 跟那種發音差不多 反正大家都唸得很 就是半斤八兩的 可是我覺得中文方面的話像 很多特殊的就是 像主角 主角 你們台灣都是唸主角 可是它那個地方是要唸 絕 也知道 角色 角色 主角都有聽過 都有聽過 但是就像新聞啊 或是那種官方發言也是用 主角 男主角 對 男主角 我們基馬獎頒獎最佳男主角 沒有人講最佳男主角 對 對 但是其實中文它這個字應該是發 絕 對 那還有那個就是你 剛來台灣的時候就是 你漢他 他漢他 就想說 漢你們也有 直接唱一首歌對不對 就是覺得 就覺得 很 三角戀的內容 就是那個 它明明是和嘛 你和我 我和他 你漢 也都可以啊 你漢 何必又再多出來一個字呢 一模一樣 一絲一模一樣長相 這個很爭議啊 不一樣不一樣 這個超爭議 我們有破音字還是什麼 不是不是 像我們以前唱歌 這個長棋味 就是如果說是一個年代以前的歌手 他說 就會我抵他 對 現在都是 現在都會唱的 對啊 我抵他 穿折以捷 這個其實 看你怎麼用都可以 我覺得抵和得 就是地方大部分其實都可以 都會用 對啊 還有我們一些發音剛好是反的 像我們叫 夜宵 夜宵我們就是晚上夜 然後在吃的東西 你們叫宵夜 這樣給他那麼反過來 對啊 對 還有便當 便當我們不叫 當便 盒飯 叫盒飯 盒飯 所以你看那個 很當便 當便 便當對啊 來的東西 對啊 像我們有會說 這個菜做得很地道 地道 我們說道地 我們說道地 地應該 地比較大 有地才有道 所以地應該在前面 我還覺得頭有點陰 好像有點不舒服 地道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好像就是各國的發音 或者是念法不一樣 我覺得 有一個 有些詞 可能像IKEA 剛剛講IKEA就是 有人唸IKEA IKEA 就是各國念法會不一樣 但是還有一些也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一下VCR Facebook 臉書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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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翻譯霸王別姬 還好沒有這樣翻 你像我們中國那部霸王別姬 我們一聽就知道是什麼戲 對 聽起來多大 結果他們就講說 那個 就直接翻成再見了 我的妾 那個霸氣不在了 對 他那個霸王別姬沒有 沒有翻成 就好 Transformers 變形金剛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啊 這次 這次 你再講一個 Transformer 好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我的媽 他最好看 沒有 Google 正式一點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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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再來 South Africa 這麼長 我短一點 南非 南阿福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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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這個笑人也是 衣服完全不是 南阿福利卡 上司 你自己叫南阿福利卡 那我比了些 A福利卡 台 這也是很準的 對 A福利卡 對 對 Alice in Wonderland 說得那麼浪漫 你叫我這人完了 Alice 夢遊仙境 異常的 Alice Alice in Mandarin 他不見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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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幾乎來 FE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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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US 華碩 ASUS ASUS 或是ASUS 阿蘇 ASUS 啊 啊 WTO Sister Show WTO 姐妹虧 WTO 姐妹虧 WTO 姐妹虧 為什麼你們發那麼準啊 那麼快啊 我真的很難耶 RICA WTO PI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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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RICA PINON NANQUI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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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對 PINON NANQUIKA 然後因為剛剛裡面有講到變形金剛 我覺得各國電影翻譯名字也會 有不一樣也很有趣 泰國有沒有什麼有趣的翻譯 對 我們有那個像那個 初戀 那 見小事 對 其實我們在泰國應該要翻說 蛤 這名字可以嗎 就很白翻 就很白翻 小小的情感叫做愛 對 應該是要這樣講 我聽成最後兩個字想說 叫做愛 再來的是還有那個 台灣的有一個那個在泰國很紅 就是 F4在演的 流星花園 對 流星花園 可是我們那邊就是 直接如果直接翻 我翻泰國那邊的片就是 叫做 你們都流行很長 沒有 因為他們泰國直接翻 直接翻那個字的意思 可是你們 聽到來到台灣 這個叫流星花園 跟我們不一樣 你們是假的 你才是假的 有的時候 台灣的翻譯也會去諷刺政治 像以前 Tom Hanks有演過一個 電影叫做Green Mile對不對 綠色奇蹟 因為那時候剛好 民進黨剛第一次執政 就叫綠色奇蹟 我很想知道 你們可以那種把中文 本來是英文的 就是他們那邊的電影 可以翻成中文太厲害了 因為我們泰國大部分 都用那個音下去 翻 對 下去翻 直翻 我覺得你們經常翻的東西 很繞口 我們就什麼神鬼 魔鬼 一堆 神鬼傳奇 什麼戰將 都翻得很大同小異 你都不知道 你就變到底看過沒看完 是新片還是舊片 像之前你們有個什麼 怪獸我和他們的產地 對 你們很繞口嗎 我們就直接翻 這太奇怪了吧 還有你們那個什麼 你們小小兵 小小兵 小小兵 很可愛啊 我們更可愛 那海綿寶寶寶 你看啊 海綿寶寶 就直接叫 方塊歷險記 黃方塊歷險記 黃方塊 對 黃色方塊歷險記 海綿寶寶寶很可愛吧 我覺得說我們亞洲人翻 他們那個英文片 其實還有一點根據 還有一點什麼 可是他們英文他們翻 我們中國有時候沒辦法翻 像我們中國那部 霸王別姬 我們一聽就知道是什麼戲 聽起來多大 結果他們就講說 那個 就直接翻成再見了 我的妾 就也是這個意思 可是他不是霸王的那個王啊 那個霸氣不在了 對 還有那個水浮戰 他們好像外國人也是翻成什麼 三個女人和一百零五個男人的故事 誰 水浮傳 水浮傳 這聽起來很清楚 這聽起來很清楚 這聽起來很奇怪的 這一百零八個王 因為水浮其實想想水浮要怎麼翻 好像真不知道怎麼翻 他們也不是英雄 也不是壞蛋 你要想外國人的那個成語人 他那個霸王畢竟沒有翻成 Goodbye my chicken 就好了 那韓國呢 電影的 我覺得台灣 Fanny電影的名字 比較沒有神秘感 覺得很坦白 像那個韓國的電影之前那個 釜山形 翻成是世術列車 對 所以一聽電影的名字 就知道有殭屍 火車有關 是海報上也看得出來 而且 你看是不是台灣的電影叫做 那誰會想看 真的 那就是屏東行 對啊 然後那個還有一部電影是那個 韓國叫做神秘的女人 中國翻成是回到20歲 所以你一聽那個電影 就知道說 對老奶奶就可以回到20歲 就會說 比較沒有那種想像的空間 像韓國的話那個直接那個 外國的電影像Frozen 冰雪奇緣 對冰雪奇緣 我們叫那個冬天 冬天的王國 然後還有那個台灣的那個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子 韓文是直接翻譯成 那時期我們曾喜歡過的女孩子 所以我們 對所以我們是不會完全變得像 浮山形變成斯蘇列車 就掉的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對 它保留一點原本的味道 對 好的 那日本呢 我們日本人比較喜歡的取名方式 就是看 就知道主角是誰 然後內容的重點是什麼 比如說就 中文翻譯成天外奇蹟 對 我們日本人翻譯成就是 太少了 中文實在很難懂 冰箱 香檳分不清 葡萄酒 真的我不喜歡葡萄酒 要葡萄酒我就是要 啤酒跟冰箱 沒錯 那真的不是冰箱 是香檳啊 但是我也不是罵你Q發 Q發 那個時候我也聽不懂 Q發 Q發 對 Q發 比如說就 中文翻譯成天外奇蹟 對 那個卡通動畫 對 我查資料 英文就真正的名字是 超簡單 超短的 但是我們日本人翻譯成就是 卡爾爺爺的空飛爺 太少了 是因為他們主角 主角爺爺的名字就是卡爾 就卡爾爺爺的 對 這樣很可愛 但我覺得有一些是 台灣人在講的話 但是你們來到台灣之後 反而被台灣人 很糾正的 有沒有小思 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會飛的那個 就是我根本 差很多耶 就是很難 大家真的出來蜂蜜跟蜜蜂嗎 當然 我到現在我要去買 我要去買蜂蜜跟蜜蜂 我都會說 我要去買 我要買蜂蜜或是蜜蜂 都一樣 對 給他自己去知道我要什麼 那阿福你有嗎 其實我跟小思一樣 那個蜜蜂 我今天看到蜜蜂 蜜蜂 跟蜂蜜 我覺得就是兩個很像的字 然後你會把它倒過來 對 像蜜蜂蜂 蜂蜜或是 這個 對 我也沒有辦法 還有一個你說 冰箱跟 香冰 雖然字是不一樣 但是聽起來很像 我想喝冰箱 真的 我剛來台灣 我一個 我那個師友 你有用過嗎 用過 他台灣人 說我不喜歡葡萄酒 要葡萄酒 我就是要那個冰箱 他說什麼是冰箱 我說就是啤酒跟冰箱 他說 他真的不是冰箱 是香檳 他說我也不是罵你 Q發 Q發 那個時候我也聽不懂 Q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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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罵人蠻有趣的 這個也不是 念Q OK 也是 好 那小輩你能不能什麼常常搞混 或是 說我會去一個地方 我可以跟 這麼意思了 也是跟阿福剛是一樣的 我覺得最難就是 我說水餃 就是你吃的那個水餃 跟水餃 睡覺 睡覺 所以我常常我會跟朋友在一起 我說喔 然後他們會喔 你要去吃什麼 我說喔 我也要去吃 水餃 你要去睡覺嗎 然後 出去睡覺 出去睡覺 對那個師 對 出去 水餃 很難 你看 然後 然後 我也會跟我太太就是 會 在家睡 幹嘛出去睡 對 或是 我會跟我太太在一起 然後 現在10點 我要去睡覺 No 我要去睡覺 然後說 10點 你要吃吃飯嗎 你要吃吃飯嗎 我們要睡覺 然後 你看 那個睡覺 睡覺 我覺得 就是那個很難 然後不管我有學的 很久沒有那麼久 什麼的 很難 那個 然後我一直會忘記就是那種的字 小米 那你有被糾正過什麼嗎 我覺得很多韓國人的毛病 就是R跟F 這個兩個音都會常常搞錯 像這個 Garry 我是很用力的唸這個Garry 才會唸出來 所以你們沒有R的發音 對對對 所以很多韓國人唸 Gerry Gerry Soli Soli 對 對 他們不會唸R的音 所以已經變成Gerry Gerry 對 然後F的這個音的話是 Copy 你唸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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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唸 Copy 那也不是一樣嗎 那咖啡呢 Copy Copy跟Copy F他會Copy 那複製的Copy呢 Copy 還是Copy 對 好難喔 然後那個Fan Meeting的話 Pan Meeting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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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Meeting 粉絲見面會 變成Pan Meeting 那你們如果發五怎麼講 Five叫什麼 Pipe Pipe 全家便利商店 Family Marte 變成Pamily Marte 好可愛 對 所以台灣 韓國人那個學中文的時候 台灣比較多F的音 麻煩 那種Fan那個字 所以韓國人常 馬盤 Fan E Fan E 它沒有辦法捲舌的音 剛剛說的那個外來語 很麻煩的事情就是 連你們日本人也覺得麻煩嗎 對 我們也覺得麻煩 因為 對 到底日本外來語的讀音 有什麼變化啊 讓現場來賓恍然大悟呢 WTO WTO 唱課囉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貝 我今天我要教你們一些台灣人很長詞念錯的英文 今天我第一次要教你們 Dessert 還有Dessert 甜點 跟沙漠 Dessert 就是甜點 Dessert 是沙漠 所以你們肯定不要吃 沙漠 所以你們要念對了 Dessert Dessert 還有 Aboard 跟Abrod 你有 登機 跟去國 Aboard 就是登機 Abrod 是去國 Aboard Abrod So 記得 Dessert Dessert Aboard Abrod 外來語就指的來源 就是從國外來的語言嘛 就跟剛剛的一樣 就因為 Massage 這個英文就換成 日文外來語的話 Massage 但是音就可以想像嘛 但是有一些 外來語是我們 日本人自己做的外來語 自己發明的 像電腦 我們叫 那是外來語 外來語 電腦是 然後我們就自己剪成 Personal的Path 跟Computer的Com 然後 Passo Com 喔 對 但是很多日本人 以為這個就是 英文換過來的外來語 對 所以就會怪怪的 對 所以就 Air Kong 空調是不是 對 Air Kong 人氣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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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誰 不是誰 R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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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我們 就有一些日本人 以為那個是英文嘛 所以就去國外 然後住飯店 然後那自己房間 找不到 這個 Air Kong 的Remo 就人氣的要空氣的話 就跟 跟飯店員說 就 我就 Excuse me I have nothing Air Kong Remo Remo in my room 但是就對方 絕對聽不懂 聽不懂 這個是就我們日本人的困擾 而且他們很愛縮寫 用外來語也會縮寫 像 Combini也是 對 Combini 他們會翻成 Department store Department store Department store OL 也是你們發明的 Office lady 沒有人在說 Office lady 還有 Super Super Market Super Market 所以其實真的 各國有不一樣的發音 跟不一樣的用法 今天教會了大家 大家上了一課 謝謝大家的分享喔 謝謝 謝謝 來 分享給各位下次見 掰掰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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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